观之道为使者 经济寒冷,万物虽萧条,却是根茎类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 根茎类蔬菜中含有丰富的淀粉、矿物质和碳水化合物 不仅可以提供身体所必须的营养成分 而且还可以替代主食 为我们身体提供每日所必须的能量 增强身体抵御寒冷的能力 所以,冬日抵御寒冷可别只吃肉 多吃根茎类,好处多多 今天就让小关来介绍几种根茎类食材给大家 祝大家过一个吃出一个温暖的冬天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第一种根茎类食材冬笋 冬笋含有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维生素 以及钙、磷、铁等味量元素 以及丰富的纤维素 能促进肠道蠕动 既有助于消化、能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的发生 对肥胖症、关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和动脉硬化等患者 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五点 一、降三高 冬笋具有低糖、低脂的特点 富含植物纤维,可降低体内多余脂肪 消痰化淤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症 且对消化道癌症及乳腺癌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二、通便 冬笋干含通力 它所含有的横植物纤维,可以增加肠道水分的助流量 促进肠道的蠕动,从而降低我们肠内的压力 减少粪便类的粘度,使其利于排出体外 三、开格消痰 冬笋具有低糖、低脂、高膳食纤维等特点 它能够有效降低人体内多余的脂肪 可以防止脂肪堆积在体内的导致的肥胖 并且它还可以消痰化淤质 并且对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非常有帮助 四、消食、健脾 冬笋有助于胃酸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 以于治疗饮食肌治症 适用于脾气虚弱、运化无力所致的晚腹胀满 大便糖蟹、食欲不振、知眷乏力等症 五、清热解毒 冬笋具有清热化痰、解壳除凡、清热益气、立格爽胃 利尿通便、解毒透枕、养肝明目、消食的功效 还可开胃健脾、宽肠立格、通肠排便、开格货痰、消油腻、解酒毒 主治食欲不振、胃口不开、顽脾胸闷、大便秘结 弹贤雍质、形体肥胖、九岁恶心等病症 第二种根净类食材、山药 冬季是进补的最佳时节 冬季进补前吃点山药 更有利于补品的吸收 山药为补中益气药 具有补益脾胃的作用 特别适合脾胃虚弱者进补前使用 那么你知道冬季吃山药的好处有哪些吗 一、浮症去鞋 山药性未平和、功能润肺、健脾、益肾 既能补养以藏健脏腑功能 又能补衣以充养物质基础 更为可喜的是 它浮症而不会练鞋 在病鞋存在之时也可采用 所以历代一家在决定浮症去鞋的质责基础上 常选用它组合成方 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山药与银花相舞 山药与牛棒子共用等 都是发挥山药的扶正气而不练鞋 去病鞋而不伤症的效用 二、滋阴补羊 山药补阴且有清虚热的作用 高官秀在《本草求真》中说 山药本属食物 古人用入汤记 为其补皮液气除热 其色白入肺 胃干入皮 气虽温而却平 胃补皮肺之因 是已能润皮毛 长肌肉 其性色 能致胰经不尽 胃肝尖咸 又能抑肾强阴 声导肤庸 消肿硬 亦是补阴退热之意 分析前仍用山药配方 一味属于饮用山药治疗 劳擦发热 或喘 或树 或自汗病症 滋生汤以山药为主 配用悬参 白树 油磅子 肌内肌 治疗 阴虚劳热等 黄旗膏 取山药作为左药 助黄旗 石膏 以致肺病 黎犬饮 则以山药与生地黄 天门冬 悬参诸位配用 治疗 消渴 阴虚病症 玉竹山药汤 治消渴 则以玉竹 天花粉 可守污等 和山药与滋阴生机 凡此 均可见山药有一定的 补阴清虚热作用 三 健脾异味 助消化 山药含有淀粉酶 多酚氧化酶等物质 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功能 是一味平补脾胃的 药食两用之品 不论皮羊窥或胃阴虚 皆可食用 临床上 肠与胃肠瘍 同用治疲胃虚弱 食少体倦 血血等病症 四 炎黏易寿 山药含有大量的黏液蛋白 维生素及微量元素 能有效阻止血脂在血管壁的沉淀 预防心血疾病 取得抑制安神延年益寿的功效 五 补气养血 血须移养血 补血效果较好的食物有猪肝 蹄筋 墨鱼 桂圆肉 黑大豆 黑芝麻等 补血作用强的中药有 厄椒 熟地黄 当归 和手污 白少药 鸡蟹疼 桑肾等 山药益气 健脾 养胃 在补血食物 药物中配合用之 可使补血的效果加倍 第三种根茎类食材 白萝卜 相信你一定听过 冬吃萝卜下吃浆 不劳医生开药方的俗语 的确 萝卜可算得上是第一根菜了 《本草纲目》记载 萝卜能大下气 消骨盒中 去鞋热气 白萝卜之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使用之后 对于身体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冬天使用适量萝卜能消除体内积热 但需要警惕的是 萝卜是含粮蔬菜 脾胃虚寒者不宜多食 具体好处有 1.促进营养物质的吸收 肠胃的营养吸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身体的健康情况 萝卜之中含有的淀粉酶 能够有效地促进身体吸收消化营养物质的能力 这对于提高身体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皮肤更加有光泽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白萝卜之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这种维生素对于人体的皮肤是非常有效的 经常服用白萝卜 不仅能够帮助皮肤补充足够的水分 同时还能够提供充足的养料 这样皮肤自然就变得白皙 红润有光泽了 3.提高免疫力 秋冬季由于气候问题 很多人都容易出现感冒 这种疾病 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个时间段之中 人们的身体免疫力更低 冬天这一些萝卜 能够有效地吸收萝卜之中的维生素C 以及微量元素 这样能够更好地提高身体免疫力 避免身体受到疾病的困扰 4.增强消化能力 气候干燥 容易出现肠胃不适的情况 这就导致了一些细菌趁机进入我们的身体 导致出现各种肠胃疾病 此时吃萝卜 能够有效地利用萝卜之中所含有的介子油 更好地促进肠胃的蠕动 这样身体的消化能力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除此之外 还能够有效地提高人们的食欲 5.预防便秘 白萝卜之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以及水分 这对于一些未肠道比较虚弱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的消化能力 增加蠕动的可能 帮助身体消化以及吸收食物 白萝卜之中所含有的水分也是非常多的 经常服用之后也是能够增加肠道蠕动 能够有效地排出身体多余的废弃物以及毒素 6.预防癌症 研究发现经常服用萝卜具有很好的预防癌症 以及治疗癌症的作用 这是因为萝卜之中还有一种名字叫做木质素的物质 这种物质能够有效地提高身体之中吞噬细胞的活力 除此之外 萝卜之中还含有多种酶 它们能够有效地分解压硝酸胺这种致癌物质 所以具有很好的防癌作用 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适当地多吃一些白萝卜 这样能更好地保健身体 第四种根净类食材 红薯 红薯性贫胃肝 具有补皮液气 身筋止渴 通便的功效 红薯富含膳食纤维 钾和维生素B6等营养素 且热量很低 红薯与紫薯等同薯甘薯类别 甘薯可分为红薯、黄薯、白薯、紫薯多个品种 它们除颜色和口感略有不同外 营养价值的差别并不大 甘薯最大的特点是含有丰富和优良的膳食纤维 有利于肠胃蠕动 能使人顺畅排便 还有利于排除素变 西医认为排便顺畅 有利于消化、吸收及免疫力的增强 通常来说 红黄薯的红薯口味较甜 所以广受欢迎 白薯的淀粉含量相对更高 吃起来口感烧干 越是寒冷地区的人越喜欢 而紫薯的普及还是近些年的事 因其含有较多的抗氧化剂花青素 口感特别 深受女性和孩子的喜欢 红薯与其他蔬菜不同 它还含有较多的淀粉和一定量的优质蛋白 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 甚至充当果腹之用 正因如此 很多女性把它当成减肥的首选食品 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水分 食后饱腹感强 能增强肠道蠕动 尤其对老年性便秘 有较好的疗效 可以和米面搭配着吃 为了保留红薯中的营养成分 建议红薯蒸着吃或者煮粥吃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冬天进补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